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Swift UI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数据绑定改变标题 对 今天我就给您讲一讲 咱们在Swift的UI中 咱们如何绑定数据 然后如何咱们通过一个按钮的事件改变标题 今天的代码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同时咱们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属性包装器 State 它用于数据绑定 用于咱们整个view的数据绑定 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 好 首先 因为我的画面中 今天要给您定义三个空间 一个是文本框 一个是文字输入框 对吧 就input 对吧 还有一个是按钮 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咱们默认的工程一建立起来 是这样 如果没建过工程的话 您可以通过new project进行建立 然后选择swift的uiview就能够建立 我现在是已经建立完成 所以说我就不再给大家建立 然后咱们在基础上 咱们能看到Hello World 然后咱们加上一个vstack 咱们把它做一个布局 然后咱们再加一个文本框 好不好 叫做testfield 没问题 然后在这个里面 它会有很多的属性 第一个属性是这个叫做placefolder 是吧 就是说您要输出什么信息 比如说 请输入内容 对吧 它就是一个用户提示框 对吧 后面呢 后面大家注意看 后面其实是一个字符串的绑定 这个地方呢 咱们要传一个绑定的数据结构 才能够把这个数据绑定上 如果您学过VUE 您就会知道和VUE的双向绑定 是一个道理啊 后面有意的Vmodel的实现方法是一样的 好 那咱们如果想绑定它的话 咱们需要在咱们模板级声明一个 必须有属性包装器state的这么一个变量 咱们声明一下啊 private 因为咱们只是这个画面在用 咱们就叫做text 然后input 因为咱们就有一个空间 所以说咱们叫做抽象一下 它呢是一个strain型 没有问题吧 然后咱们就把这个属性绑定到这个text field上来 这样的话呢 咱们输入的任何的内容呢 咱们的代码都可以捕捉到 好不好 这个地方我跟大家说 它不是一个strain 一般咱们可能要做一个strain的绑定 如果做strain 咱们想能绑定吗 不能绑定 它一定是一个数据结构绑定 这个呢和Vue略有不同 这个是Swift的UI的自己的一个要求啊 这个地方咱们如果传self.textinput 这样是不能够绑定成功的 对吧 因为它会认为这个textinput仅仅是一个strain strain的话呢 是不能绑定 那么怎么做 咱们必须要有一个属性包装器 而且呢传进一个结构才可以做双向绑定 那么咱们在咱们变量前面需要加一个dollar 美元的dollar 这样的话就能够绑定 有朋友说我觉得很别扭 这个只能是怎么说熟悉它吧 您可能用惯了这个Vue对吧 我绑定 我直接生了一个变量 在数据里面生变量 我就能绑定 为什么Swift的UI不行 对 因为它是Swift的UI 对吧 咱们呢 与其说它的好坏 不如说咱们呢 适应它就好啊 OK 咱们在这个地方 做了一个绑定 然后咱们再给这个textbox做一点定义 稍等啊 我右边先刷新一下 咱们能够看到预览啊 我虽然是iMac 但是我是2015年买的 所以说这个电脑稍微有点慢啊 过两天 可能我装这个ISCODE12可能会更慢 好 咱们开始啊 咱们给它定义一个字体 我就叫做Title 行吧 OK 没有问题 大家出来了吧 右边出来Title 然后上面的咱们也给它定义成Title完了 一个是Hello World的 但是也给它定义成一个字体 就叫做系统的Title 没有问题 我是这样 我设计APP 我都喜欢把字体放大 这不知道为什么 这可能是我一个习惯 我就希望让我的用户 看得非常的清楚 对吧 OK 然后咱们再设一个frame 控制一下咱们这个 这个控制的高度 好不好 frame 它给了三个 一个是咱们比如说给一个屏幕宽 行吗 这个宽度 咱们就给个屏幕宽 man bonder 然后高度 比如说咱们给一个 简单给个50 对齐的话 咱们就中对齐 OK 好 接下来咱们再可以加点其他的修饰服 比如说padding 对吧 咱们padding比如给个10 这都可以的 OK 然后咱们再给一个 我想想 咱们再给是这样 这是个文本框 咱们大家注意看 这文本框看不出来是个文本框 是吧 咱们需要给它加一个外边框 这个该怎么加 稍等 我简单的设置一下 因为它这有点出这个屏幕 对吧 所以说 我要调整一下空间的宽度 因为这设了一个padding 对吧 OK 咱们要设它一个文本框的样式 咱们就可以点击text.field style 然后比如说 它默认有三个样式 咱们比如说给一个圆框 对吧 Runded 应该是这个 是吧 OK 这样的话 大家看看 右面就出现了一个圆框 对吧 这个大家看 像不像写网页 其实 与其说写网页 我跟大家说 不如说 它更像Flutter Flutter 包括Cotlin 怎么说 它们之间相通的 我当时用Flutter做过一个APP 感觉都差不多 是吧 不过那还有什么状态 管理状态 非状态的 每个概念都不一样 反正 而且有朋友留言说 他说Flutter才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我认为不对的 我认为原生才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这种混合编程 毕竟有它的先天不足 有机会我再给您讲解 OK 咱们在这个地方就已经声明完了一个Title 声明了一个输入框 对吧 接下来咱们再做个按钮 Button 对吧 日语叫补汤 很难听 一般咱们叫Button 对吧 然后在Button里面 大部分的情况下 您会使用两个属性 一个是Button按下之后 要做什么行为 另外就是说 咱们这个Button是由什么内容组成的 这个我给您敲 咱们内容组成 其实就是个文本框 这个Button 我给一个字 Button的按钮 咱就叫做确定按钮 对吧 OK 没问题 但是看起来比较小 对吧 那么咱们再给它加点修饰符 比如说Font 对吧 咱用大标题 好吧 OK 这样看起来比较大 然后还是有点太紧凑了 太紧凑了 对吧 所以说咱们再给个Padding 这样看起来更加的好看 有朋友说 我还想再给一个背景色 行不行 当然可以 咱随便给 比如说Blue 行吗 但前景看不到了 没关系 咱们再给个前景色 前景色 咱们比如说叫White 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乍看以为是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Bootstrap呢 是吧 有点像Bootstrap 那咱们再给它加一个 比如再给它加个圆角 让它看起来更像Bootstrap 大家请看 这是不是这个按钮 更像Bootstrap的按钮 OK 这个叫咱们Primary 是吧 非常像 OK 然后咱们想做的事是 当我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首先我在这个输入宽 输入点内容 然后当我点击按钮的时候 它会把上面标题 改为我输入的内容 这个是今天咱们简单的逻辑 那么如果咱们想做这个逻辑的话 那么说明咱们的标题 这个位置 也需要有个变量 绑定它才可以 对不对 咱们马上做一下 咱们再声明一个 绑定变量 页面绑定性变量 咱们叫Private 然后咱们就叫做Title就可以了 好吧 它也是Sitrine型 默认式 比如说叫做小马 小马 小马 视频 好吧 默认叫这个 然后咱们就把Title绑定到 大家请看 Hello World这个地方来 怎么绑定 因为它这个地方不需要传一个结构 所以说咱们仅仅传这个字符串就够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绑定成功 我再刷新下的Preview OK 大家请看 希望视频出来了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这个地方没有加Dollar 而这个地方加Dollar 是因为加Dollar代表着双向绑定 而不加Dollar代表着单向绑定 也就是说 我重给Title复制 这个Title仅仅是纯显示 所以说它是单向绑定 这个Dollar是因为 我的文本输入框是需要输入内容 它返回给我需要 我设置它是一个方向 它返回给我 用户输入内容返回给我又是一个方向 所以说它叫双向绑定 双向绑定是要传一个数据结构进去的话 所以说这地方要加Dollar 希望我能够给您表达清楚 好 咱们都有了 接下来咱们在按钮按下时候 咱们需要给它一个行为 让它可以把咱们输入后的内容 拿到同时附给咱们的标题 这就简单了 Self点 咱们的标题是用Title绑定 那么直接给它复值就行 复上什么值 复上 这个地方仅仅是复值 所以说咱们不用再传数据结构 仅仅写上Text Input就可以了 对吧 因为Text Input它其实是一个String 对吧 它其实是一个String 而咱们的这个 加Dollar是一个数据结构 这我再说一遍 你一定要记住 这是最基本的概念 好 那么到现在为止 咱们的程序就编完了 那么我启动之后 在输入框输入内容 当我点击按钮的时候 它会把我输入内容反映到标题上来 对吧 看起来这是一个小小的代码 其实麻雀碎小 五脏俱全 马上运行 Go Preview正在编辑 咱们稍微的等一小下下 好 行了 现在我点击输入内容 然后输入内容 比如说 I 我一般都爱说I love you I love you 这you一般咱都是一个you 是吧 OK 完了之后 注意看 当我点击确定按钮的时候 它会走这action逻辑 对吧 那么它会把用户输入的内容 因为双向绑定 所以咱能够获得到 然后复给画面的title 画面是单向绑定 只有给它复制的时候 才能够响应 OK 这就是今天咱们代码 简单的逻辑 大家随着我这个视频 我再给您简单的捋一下 咱们再复习一下 咱们需要在页面的顶端 定义咱们整个页面 或是这个view 要维护的数据 换句话说 要绑定的数据 它是有状态的 那么咱们有一个页面标题 咱们绑定了标题的页面状态数据 还有一个文本输入框 咱们这地方 因为要做双向绑定 接收用户的输入 对吧 所以说这地方 咱们要传进去一个数据结构 所以说 咱们这个地方要加一个dollar 好不好 然后咱们还声明了一个按钮 并且给按钮按下时 有一个行为 让用户数的内容 变更咱们的标题 大家请看 代码虽小 但是五脏俱全 希望您能够了解 数据页面绑定的具体的逻辑 以及这个地方 为什么加dollar 好不好 如果还没听明白了 朋友没关系 您给我留言 咱们一起学习 一起讨论 好不好 OK 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您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Swift UI 再见吧 拜拜